蓝湛,其实这件事,我能想到的办法不止这么一种,我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我想,我觉得很好,对我来说,这个印记代表的不是痛苦,究极或是逼不得已,而是我心愿你,只心愿你,永不改变,你明白吗? 嗯,明白蓝忘机总是会被魏无限毫无保留的爱与信任完全融化,他在心里补充道。 我明白,我也是。等刑至中庭,那里已经乌泱泱地站了许多人,蓝锡城和蓝启人也都到了,站在最前面和蓝氏汹汹的温氏众人对峙。 温家人的说辞和在涅事也差不了多少,总之一句话,不让查就是心里有鬼。 蓝家也自然不好强烈反对,便先遣了女兄们退下,宁个门声,露出胸膛接受温氏之人查看。 而后卫无限便跟着蓝忘机,蓝锡城和蓝启人一道把温氏的两三个头领引进了屋中,等着最终结果的通传。 检查过后,还是一无所获,温氏领头人心中警钟大作,想着就这么回去至少会被自家宗主削掉一层皮,眼眸一转便盯上了对面坐着的蓝忘机卫无限二人。 说到则吴军与蓝老先生近日来都在云深不知处,这我清楚,只是对面这两位公子还请让在下检查一下,回去也好交代。 他言辞到也手里,只是眼中的很立之色,真是十足的温氏风格。 他们还没回答,蓝启人倒先出了声。 忘机这段时日一直在云深不知处,从来未曾出去过,这点众人皆可作证,旁边的魏无限魏公子是云梦江宗主的大弟子,非我姑苏众人,此事也不应当牵扯到他。 谁知那温氏之人文掩眼中金光一闪,回到这么说来,魏公子前几日并不在云深不知处了。 不错,我十一日前随江宗主回了一趟云梦,前两日采访魏无限,坦然答道。 哦,那么,三四日前魏公子是在云梦了。 魏无限摇了摇头,说道,那倒不是,前来姑苏途中,我在怡陵遇见一些妖兽,夜烈耽误了几天十日。 这么说来,事实上也没人能为魏公子作证了。 你若这么说,那也没错,毕竟我在怡陵夜烈之地是一处荒山,人际罕至。 那么我只能请魏公子退去衣服,自证清白了,毕竟事出有因,请公子理解。 他一套套话倒是说得滴水不漏,比温潮当年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强些。 不过那咄咄逼人毒蛇般的眼神,让魏无限毫不怀疑此人和温潮一样是个阴狠毒辣的角色。 闻言,魏无限面露犹豫之色,仿佛尴尬,难堪,迟迟不愿动手。 见他如此,那温家人更是不会轻易罢休,大声说道只是脱件衣袍而已,不知公子在犹豫什么,难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? 魏无限闻言窘迫地看了他一眼,又环顾了一圈屋内站着的十来人,露出些被道破的难堪来,最后任命般,无奈地说着, 既然如此,那好吧。 他慢慢地解开上衣,露出胸膛,室内几人的眼光有聚焦过去,而后鸭雀无声,呼吸声都激不可闻,众人面面相去, 连刚才气势汹汹的温室之人意识之间都不知该如何开口。 最感意外的应当是蓝西辰与蓝起人了,他们惊诧愣正过后,眼神不约而同地在蓝忘机和魏无限的脸上来回巡视。 魏无限拉着一惊,闭着眼,仿佛一个就死的意识,蓝忘机倒是神色如常,也不去看魏无限,似乎那里有什么痕迹,他早就了然于心。 片刻过后,蓝西辰最先开口,他带着镇定自若的泽吴君少见的犹豫之色,问道魏公子,你胸前这事? 魏无限表现出一副既然已经被捅脱,就死猪不怕开水烫了的样子,贴了一眼身旁的蓝忘机,大声说, 是我心悦之人的名字。只见他白净,宽阔的胸膛上,明明白白,清清楚楚地刻着一个字,笔画平直,痕迹深重,可见刻字之人往自己身上动手时也是毫不动摇,不惧疼痛,那里刻着的是个站字。 你,你,你。见状,蓝起人长着嘴巴,伸出一根手指指指指着魏无限,仿佛都站不稳了似的,向后退了几步,深吸了一口气,也不管有没有温家的人在场,就颤抖着手指问道。 你,你,你说的是旺鸡。魏无限看着他一副风烛残年的样子,心下有些过意不去,但还是硬着头皮说,不错,是他。 确认之后,蓝起人大受打击,他胸口起伏,气得都喘不过来气,而后扶着一旁的蓝西沉大声吼道。 莫名其妙,不知所谓,大胆轻狂,不知羞耻。 听着这连猪泡般蹦出来的话,魏无限先是想,到底是蓝家长辈,骂人都用的成语。 而后接着又想舒服,云身不知处不是禁止喧哗吗?